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中共二十大在今日已經落幕了, 第二十屆一中全會將會在明天上午登場, 由新選出的205名第二十屆中央委員 推選當屆政治局委員上委及總書記, 亦都決定中共中央軍委政府主席和軍委委員。 而在一中全會會議結束後, 新選出的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將會公開亮相, 亦都會由總書記發表講話, 預料已經是二連任總書記習近平, 將會打破文革後慣例纖亂第三任總書記。 二十大所選出來的中央委員就有205人, 後補中央委員就有171人, 他們會一齊出席一中全會, 但就只有205人有選舉權、表決權和發言權。 後補中央委員就只有發言權, 就沒有選舉權和表決權。 除了推舉總書記、政治局常委和委員之外, 中共二十屆一中全會, 還會將根據政治局常委會提名, 通過中央書記處的成員, 亦都會決定中共中央軍委政府主席和委員, 和推舉批准新一屆的中紀委, 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來的政府書記和常委人員。 這個高層產生了之後, 中共二十大基本結構就已經定下來了。 好了,今集的資訊就同大家更新到這裏。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個言,我們下集再見吧! 拜拜!